白石今天凌晨發生恐怖連環槍擊 王家騎警證實有4人中槍 初步情況危殆 警方相信這是一宗有目標的槍擊案 據白石王家騎警指出 警方於今天凌晨12時25分接到多宗報案 Zero Pro Avenue 甲lee Street附近一帶發生槍擊和撞車事故 警方到場後發現4名重傷男子 隨即將他們送院求醫 同時亦嘗試追蹤涉案的途入車輛 警方期後亦有接報 指數理出現了一部被焚毀的可疑車輛 而目前正調查兩宗事故是否有關聯 網上流傳了一段附近居民的保安監控錄像 視頻中可以聽到數十下槍響 對警方今早10時47分的更新 Roper Avenue 15600號附近一帶仍然被全面封鎖 封鎖範圍內可見到一輛黑色的BMW X5汽車 停在路邊一處的樹叢中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雜環境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鄺永明小姐 她有多年助聽器驗配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全加拿大及全中國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溫哥華屋列至中心建築地盤 昨天下午3點左右發生嚴重工業意外 天井上的建築材料突然墜落 有路過汽車的行車記錄 而拍到意外發生的一幕 據現場工作人員的說法 建築材料由大約30層樓高墜落 有一個人當場被摘死 溫哥華消防部門證實 意外造成一人死亡 當局昨天緊急疏散地盤現場的 1,700名工人 記者今天到現場時發現 涉事的建築體上來暫時已停工 只有少數工人在地盤修復 在意外受破壞的圍欄 被施勞工安全局將意外定性為嚴重工業事故 並已派出調查人員到現場了解 有工人表示 吊落的是一些預製建築材料 有另一名工人指 材料在天井上脫離時 一度旋轉多次並撞到大樓側面 在撞到建築物後 固定在天井上的部件進一步生動 直到沿船脫離 然後就往下墜落 溫哥華消防及救援服務處表示 天井的本體完好無損 但建築材料在墜落的過程中 就損壞了大樓的幾個樓層 此外 溫市市長沈觀健今天亦發出聲明 向死者家屬自上慰問 溫哥福福福福利地 街壁地產 是大溫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 Winny Lam 林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Edgerso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Lensa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他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 卑士省議會 昨天首次舉辦了慶祝農曆新年的活動 邀請了不同族裔的省民共同慶祝農年到來 省府今天也公布了最新的財政預算案 活動首先以舞師表演助興 省長尹大衛其後上台支持 他表示自己特別喜歡農年 除了自己是熟農之外 更加是因為農在十二生肖的傳說裡面 表現了幫助萬物的憐憫之心 正好代表了卑士 因為本省具有良好的條件和資源 可以在不同的範疇裡面都脫穎而出 但是本省同時也會設法幫助有需要的省民 不會丟下任何一個人不理 另一方面 省財政廳長康諾爾 今天也發布了最新的財政預算案 主要的目標集中在減輕日常開支 加快提供房屋 加強醫療保健服務 以及建立更強大更潔淨的經濟 加拿大王家銀行 拼購加拿大匯豐銀行 4月1日就會完成 目前看起來是一切順利 不過日前有一個印度裔碩士研究生說 他在匯豐銀行做事的時候 他發現有人虛報在中國有高收入監禁 從而騙取匯豐銀行批出貸款 再進行洗黑錢的活動 而匯豐銀行在這類事件裡面 最少是批出了5億元的可疑貸款 這個月8日在國會的財經常務委員會裡面 保守黨國會議員莫蘭茨 就向聯邦財政部助理副部長布萊索就這件事提問 他說聯邦財政部長方惠蘭 在去年12月批准黃銀和加拿大匯豐銀行拼購之前 他知不知道這些問題 布萊索就說他本人雖然知道有關的報道 但他不清楚部長是否知道相關的問題 莫蘭茨又追問 在去年7月專責反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的 聯邦金融交易及報告分析中心 就已經提出了這種擔憂 表明加拿大裡面一些銀行 是涉及和洗黑錢有關的欺詐性案揭貸款 難道方惠蘭部長在批准拼購之前 他都沒有察覺到嗎 布萊索就說 在批准交易的背景底下 部長是確實 而且已經對黃銀提出了加強盡責調查的標準 來確保拼購行動是符合現行規定的 莫蘭茨又做了這個價錢 他說如果那個印度裔的碩士學生說的東西是真的 那麼攝氏銀行就要被罰錢 而這個時候拼購又已經完成的話 是不是黃銀也要承擔交罰款的責任 布萊索就要看看會產生什麼影響 還有是由哪些人來做負責 如果這個確實是欺詐 而且個人實施欺詐 這些人仍然會被追究責任 莫蘭茨死心不惜問到底 他說如果這樣引起財政部和部長的關注 而有關合併是要到3月份才會完成 這樣部長是不是有能力暫停 或者撤銷對併購的批准 布萊索回應他說 部長對這個交易是擁有最終的審批權 而且可以隨時選擇撤銷 或者是認可這個交易 溫哥華明天2月23日星期五的天氣預告 日間多雲三成機會落微雨 最高氣溫10度 晚間多雲最低氣溫5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影片的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 安省省警和美國國土安全部聯手 查獲安省歷史上最大的手槍和步槍走私案 檢獲274支非法槍械 包括在美國查獲的168支準備迴往加拿大的槍械 以及106支在安省被本地執法部門查獲的槍枝 調查亦發現槍枝供應相 可以從犯罪集團那裡 拿到一張可供出售的槍枝清單 幾日之內 有時在幾個小時之內 所有非法槍枝就可以全部賣出 在今次行動中 後面省警和美國國土安全部分頭行事 省警領導一個代號為薩克斯姆的行動 至於美國國土安全部水牛城分部 就採取一個代號為Dual Approach的行動 水牛城特別調查員斯卡皮諾表示 這項在2023年秋季展開的行動 目的是要倒破在美國和加拿大之間運作的 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 這個犯罪組織 試圖利用利亞加拉地區水牛城的國際入境口岸 建立一條從美國佛羅里達州到安省的槍枝走私管道 調查涉及多項臥底行動 最終抓了一個擁有美加雙重國籍的人士 而警方相信這個人專程前往佛羅里達州 目的是將槍枝反運到加拿大 省警督察庫爾福德表示 薩克斯姆的行動重點是滲透到大多區的槍枝範圍網絡 找出其他犯罪嫌疑人 警方最終確定了五個在大多人多地區 泛運非法武器的獨立犯罪網絡 警方在大多區和利亞加拉地區執行17個搜查令 起獲大量槍枝和毒品 16個疑犯在搜查中被捕 一個人仍然在逃 而到現在為止被捕的疑犯 已經被落案起訴279項罪名 一班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航班 出現了10次延遇 一次取消 至大約27個鐘頭罩 才可以由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羅德代堡 飛返來多倫多 有些乘客形容這一程是地獄旅程 而等到火氣的乘客在當地機場出現了騷動 還要警察到處維持秩序 星期一即是18日晚上 在羅德代堡起飛的AC1029航班 最初是定在晚上9點15分 飛回來多不多 出發前一小時就宣布延遍到10點半 理由是機場限制 但是9點之後沒多久 第二次延遍通知傳來 航班推遲到晚上11點 而在晚上10點之前幾分鐘 航班又宣布延遍到晚上11點50分 在11點之後沒多久 航班又宣布進一步推遲到12點半 去到凌晨12點15分剛剛過了 航班直接取消航班 理由是由於出發機場 目的地機場 或者途中的天氣狀況 所以要取消航班 航班重新安排在星期一下午4點15分出發 旅客就說 航班在這段時間裡 並沒有任何提供酒店和食物 一連串的延遍一直持續到星期一 上午10點之前 家旺又向旅客發出第一份通知 告訴他們 那班航班又延遍到下午5點15分 即是遲了一個小時被原定 直到下午3點25分 又收到航班進一步延遍的通知 是要去到下午6點15分才會起飛 乘客在這個時候 只有主動向家航要求的時候 才會獲得提供食品券 而這些食品券的價值不是各個一樣的 有些人就有15元 有些人就拿到60元 而令人更加生氣的就是 家航的其他航班 也都是在這個機場起飛的 他們似乎沒有問題 航班之後又延遍了四次 最後一次延遍公告是在夜晚9點26分 他們原定星期一出發的時候 剛剛過了24個小時 而騷亂也是在這個時候發生 這個航班最終在半夜起飛 而且在星期二凌晨3點左右 在多倫多皮訊國際機場 家航發言人說 星期日夜晚 航班由於惡劣的天氣條件 而被取消 而當日下午四場龍捲風 在席卷賣物 惡劣的天氣 導致了星期日 飛去羅德代寶的航班取消 其中包括飛去多倫多的AC1029航班 至於為什麼沒有向乘客提供酒店呢 這個是因為當天晚上 這個機場情況影響了所有航空公司 酒店房間就根本不足 而當航班因為天氣原因中斷的時候 航空公司也都沒有責任 也都沒有規定 說要向旅客提供酒店的 經歷地獄旅程回來的旅客 有些人收到價值650元的電子優惠券 有些人投訴之後 下一次搭加航 就可以享有八折的一次性機票折扣 但是根據規定 當航班限超過9個小時 而且是在航空公司的控制範圍裡發生的時候 加拿大航公司這些大型航空公司 就必須根據航空乘客保護條例 是向乘客支付1000元 如果遲到6至9個小時 他們是應該要支付700元賠償給乘客 一個女客說 我希望今次每人最少要獲得1700元的賠償 我不想要優惠券 我只是想要錢 疫情的時候 聯邦政府發放各種福利 現在稅局開始向當時不合資格 但是拿了錢的人追回數 很多人就開始怨言 認為稅局這樣追溯是不對的 他們最大不還錢的理由就是 當時是你批錢給我的 現在為何要我還呢 但是對於自己當時 究竟是合不合資格拿到這些錢的問題 大家都嘴嘴駁不多說 將自己變成受害人 住在多倫多市 兒圖逼谷的貝利 疫情期間 他也成功拿了加拿大緊急響應部助金 即是CERB 市隔三年之後 稅局說他不符合領取資格 要他退回38,600元 令到他覺得很震驚 貝利說我是一個汽車顧問 疫情爆發的時候 全國汽車經銷商幾乎全部關門 所以我決定申請420B 他申請的理由不是說自己合資格 而是說為何不申請 我每年都交稅 我覺得如果有福利可以拿的話 那我當然去拿 貝利申請終於獲得批准 並且在2020年4月到2021年10月 每個月定期收到付款 既然能夠收到錢 他更加以為一切沒有問題 去年4月他收到稅局通知 說他是不符合申請資格 必須要還回38,600元 在信裡稅局還告訴他 他在2019年或者在他申請日期之前的12個月裡 他沒有達到最低收入標準 即是他每年的收入不夠5,000元 不過貝利就堅持自己 我什麼都不知道 稅局的一個發言是說 當年CERB是需要以極快的速度 發放幾百萬的加拿大人 解決他們當時的財務困難 但是那些當年搞錯了 以為自己合資格而拿了錢的人 只要現在他肯還錢 他們不會受到任何的處罰 或者要給利息 貝利就說他現在沒有辦法還這筆錢 而且擔心自己可能要申請報破產 他說我現在得老人金和加拿大養老金 整個月得2,000元 那我怎麼還38,600元呢 但是同時我還要應付我的生活開支 在這樣的情況下 稅局可能會暫停任何稅款退款 GST 退款和其他福利 直到他還回了CERB為止 所以這個世界真的不要借錢給人 因為叫人還錢真是很難的 借了不還還可以振振有詞 說你逼死他 政府去年減納後 樓市復甦不如預期 中量聯行發布香港住宅銷售市場中述指出 政府去年10月底 將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減半後 由去年11月至2024年1月的3個月內 涉及買家印花稅交易 較減納前的3個月 只是增加16宗 連同一手市場增壓的供應量 和利息走勢的其餘兩大指標 預計樓價跌勢將持續 中量聯行指 按歷來 住宅成交數據顯示 二手住宅買賣每月成交量3500宗 已經是樓價只跌回升的關鍵指標之一 而至去年4月以來 每月成交量一直維持在3000宗或以下 無二減納後 非本地買家和投資者的購買量有所上升 不過如果將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減納後 和去年8月至10月減納前的兩個時期 將行比較 涉及買家印花稅交易 由140宗增加到156宗 只是增加了16宗 中量聯行項目策略 和顧問部資深董事李遠鋒表示 減納未能支撐樓價 整體樓價指數在去年11月和12月持續下跌 兩個月已經累積共跌3.3% 預計至少今年上半年 市場情緒難以顯著回暖 尤其是股市表現疲弱 地緣政治不確定性 和內地經濟增長前景 港府應該考慮在住宅市場上完全設立 黎智英案今天續審時 恐慌問及黎智英被捕後 蘋果日報仍撐下去的問題 恐慌指 蘋果8月11日刊出 200警守壹傳媒區黎智英 蘋果一定撐下去 當時黎智英已經被捕 陳佩敏當時在Facebook表明 所有同事都會繼續編載工作 新聞繼續發布 報紙明天照常出街 恐慌問陳佩敏為什麼這麼說 陳佩敏回應 當時很多新聞界行家 關注蘋果會否繼續出版刊物 因此他在個人帳戶告知 其實個個都在報館裡做事的 那麼我們的網頁還繼續有即時新聞在出街 報道同時列出其他被捕人士的罪名 包括黎智英的兒子黎建恩 市任壹傳媒營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 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等 另有堅守崗位撐到底的聲明 當中表明蘋果一定撐下去 陳佩敏表示 將聲明刊於頭版是他的構思 至於是否由他讚寫 他表示不記得 但有機會由他講述大概內容後 再找民不好的員工執筆 他認為警察搜索報館很大件事 張劍紅亦有表明蘋果會堅持下去的立場 我就覺得要根據包括張先生說的那句話 意思和精神要表達一下我們對這件事的看法 今天的新聞在此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 請按讚 請按讚 請按讚